竹楼情歌 首先给大家讲解影子部分的演奏 影子的演奏对于初写者来说 具有一定的难度 特别是第二乐季开始 直到影子结束 在这一部分的演奏中 需要的是音乐的流畅 手指的灵活 快慢的掌握 演奏中注意速度的提示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倒数第二乐季 在这一部分里 每个音经用单吐来演奏 在前面慢速度的吐音中 为了避免孤音的出现 注意嘴唇的运用 当速度加快时 嘴唇可不打开 以免影响速度和旋律的流畅 下面我把影子部分完整的示范一遍 然后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存在任何技巧上的难度 节奏教义掌握 旋律优美 需要注意的是气息的应用 不能只是为了完成乐技而演奏 其实在这段里有很深的情感韵味 需要的是用心来演奏 特别是这几个四拍强音的演奏 注意吸止强音和辅强音的有机结合 一般情况下 强音一的演奏 采用吸止强音来演奏 其余强音尽量采用气正音来表现 三快板部分的演奏 在快板部分里 它是整首乐器中最难的一段 但是单从乐谱和节奏上来看 并不难 那难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是风格的处理上 所谓风格的处理 我认为主要是指音乐的一扬顿挫 从技巧上来说 一般会采用 吐音 打音 叠音 华音 唱音 五种技巧 在这一段里 所用到的技巧 我都一一做了标识 所以练习时 可完全按照乐谱上的标识符号来进行 下面我把快板部分的演奏给大家示范一遍 4 尾声的演奏 尾声的演奏不存在任何技巧上的难度 所以不做详细讲解 请大家多听示范曲 自己找音乐的感觉即可